你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16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的是香港的人口變化 最近政府公佈了 人口在2022年中的734萬 增加到749萬 即是多了15萬人 不知道什麼原因 即是說現在香港居民的淨移入 是多了17萬4千 單程持有人就31萬 其他的香港居民就14萬3 因為死的人多於出生的人 就減少了22萬 所以為什麼會有15萬人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說那個人口 如果是去到2046年 香港的人口就會去到819萬 但是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年齡中位數 是由2021年中的47.3歲 就會升到55.5歲 即是老了8.2歲 那你會看到其實香港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人口老化得是非常之厲害 自己如果是2046年 就應該是大概是 應該是80歲 那時候 我拖累那個年齡 上星其中一個人 現在看到 譬如香港經常說 現在那個 為什麼沒有夜市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很多 年輕、賺錢的人 移民就走了 那就令到那一批 三四十歲 就是會是 還有能力去夜街的人 就是 少了出來 就是在消費那裡又少了 那這個是一個主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很多人 就是北上消費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自己的太太 其實幾年前 你叫她上去深圳吃東西 她就耍手令頭 覺得深圳只有兩個字 就髒了 然後就吃東西又不好吃 那現在反過來 她每一個星期都說 喂 不如上去逛逛 那為什麼呢 在上面 有很多新鮮感 又有驚喜 又歡 寬落 那些服務員又年輕 又不會在黑裡面 然後又不會有限時間 那如果 現在那個高鐵 就變了地鐵化 就是說 一天可以轉三次行程的時候 加上 如果你是去福田那邊 是可以有站位的 就是你買了票 遲去了 都有機會去改的時候 變成站位 那我想來回的人數 是會越來越多 因為 說真的 那個 十分鐘 由西九 可以去到福田 江夏那邊 去卓越中心去吃東西 有這麼多選擇的時候 那未必喜歡留在香港消費 那這個跟香港的高官 就說要去做大達地 那這些思維 我覺得真的 如果你還說要去推動大達地的時候 那你還配不配去收這麼多人工 去做那個官員呢 我覺得是不配的 就是你要走回去轉頭的 要去回信德中心那個位 做回大達地 又要去回不知道哪裡 又要去回大達地 現在是不是沒有夜市呢 現在不是沒有夜市的 廟街不是夜市嗎 女人街不是夜市嗎 但是都是沒有人去 有客人不會去 然後你說要去做大達地 去吸引一些年輕人 沒有可能 真的那些年輕人的熱小陣 開小陣冷氣都不行 你竟然叫他們去 晚上去捱熱 這個根本就是沒有可能 那這個跟人頭老化是很重要的 就是香港政府不去想 怎樣去吸引一些年輕人 有活力的人 反過來去想一些 幾十年前的思維 我覺得真的很匪夷所思 另外有一個文章 就是講的是蕭敬青先生 就說他寫 中國將來就會更多 這樣依靠內循環 因為你看到美國 那個跟中國的貿易 從幾年前的23% 現在是下跌到13% 就是2017年最高峰就是21.6% 現在是13.3% 那是會引起到他們的通脹 因為以前他們很多的貨品 都是經中國家庭物美去買 但是因為政治不正確的時候 直接不跟你去買 將一些生產線搬去其他國家 甚至無搬回去美國 要國民去忍受那個物價上漲 那在物價上漲的時候 他就加利率 就是壓抑通脹 那在美國他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他們完全生存 是痛苦 但是都沒有問題 但是反過來 中國因為失去了外循環 就是失去了這麼大的歐美市場的時候 就令到很多內地的企業 現在是沒有生意 尤其是是對外的貿易 然後也引發到青少年的失業率高 最近統計局就說 出了6月份的數據之後就不會出了 即是不看 就免得大家做這麼多文章 那為了要去刺激經濟 7月份試過開一個中央政治局的會議 但是好像昨天這樣說 在香港彈了一陣 去到20300點之後 又下回到18000多 也都嘗試去做降準 即是將利率降低 你會看到一個 就真是叫做東降西升 即是在東方 即是中國降利率 西方就加利息 那令到呢 因為有一個叫利率的差異這麼厲害的時候 就令到人民幣被拋售 就是轉投去美國 所以你會看到人民幣創新低 即是有機會 港幣去回人民幣一旋 即是去回90年代 甚至無港幣高於人民幣 都不出奇 因為在一個跌勢已經成形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估它的底 好像利息那樣 升破了個位的時候 你就不要估它的頂 自己還有少少人仔在上面 經常跟老婆說要搬下來 那搬下來呢 大家要小心 因為每一個人 限制帶人民幣出境 是兩萬元人民幣 如果超過這個數額 其實是有機會被定義為 擾亂國家金融體系 那個罪名就很大 曾經有個朋友 拿了17萬人民幣下來 最後來怎樣處理呢 就是被罰4萬元人民幣 那這個我跟那個朋友說 你真是執新財 即是如果他執政來做 你不要理他那4萬元 拿了之後又是怎樣 但是他肯放你走的時候 已經是執新財 因為你拿了那麼多錢 是叫做走資 擾亂國家金融體系 那個罪名是非常之大的 那麼那個叫做 現在內地的那個房地產 根本就是叫做倒下了 certified 死亡 那麼跟著就是那個 相關的那些金融產品 又是輪著去爆雷 那麼不知道是那個叫做結局是怎樣的 因為現在內地的官員 還沒想到整個叫做方向是怎樣的 未來就是說 好像蕭敬青先生那樣 是要靠內循環 那麼內循環的時候 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很有限 因為有很多網友經常留言問 香港出現了問題 那麼香港有什麼路向呢 那麼現在說明給你聽了 中國的外循環是被歐美國家截斷了 那麼想不想到新的路向呢 其實不容易想的 就是你叫我想 我真的想不到 但是香港有那麼多的專家 顧問 黃元生博士 他們有很多的顧問在那裡 他們一定能給他一些意見 那麼我拎到頭髮都爆 我就想不到 唯一一個的可能就是之前說過 就是美國的克里千里迢迢去中國 是談這個氣候變化 那麼這個氣候變化的議題 跟中國去合作呢 就因為是要抗衡歐盟他們提出那些綠色金融 因為在未來 今天到2050年要達至炭中和 控制溫度上升的時候 是需要150萬億的美金去推動的 那麼這個 看看有沒有辦法在這裡去拿一些 叫做利益位放在香港那裡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爛船有三斤釘 還是國際城市呢 有沒有在這裡面呢 就去分一杯羹了 第二就是 如果香港是被別人去國際化的時候 那麼香港怎樣跟中國其他城市去競爭呢 它跟內循環裡面有什麼競爭優勢呢 那麼就要突顯可能是在教育和醫療那裡 那麼如果香港被人是撕掉那些國際化的手腳的時候呢 那麼無可避免呢 香港的叫做日價 和內地的日價呢 就會是縮減了 就是說你香港未來的高人工呢 是很難的 那麼這個是要去接受的 就是等同日本在90年代廣場協議 被美國佬玩了一局之後 他們迷失了幾十年 向下行 就算它有科技有很多創新 有工匠精神 都無可避免 這個是一個叫做大趨勢 或者是歷史的巨倫 那香港走到今時今日 是一個叫做大家的一個中美博弈 地緣政治 其中一個結局來的 那你說會不會這麼短時期 有一個這麼戲劇性的 由敵人去變回走到好賣呢 我想就比較困難 那是真是幾十年的黏在一起 就是分九必合 跟著又需要一段時間 合九必分 那我又不相信有永遠的敵人 也都不相信有永遠的朋友 就是等於俄羅斯和中國也都打過仗 日本和美國也都打過仗 由敵人又變成朋友 由朋友變回敵人 那這個在國際舞台呢 是司空見慣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說的是利益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你說有沒有對錯 我覺得會是有對或者錯 在美國人的角度來看 它是對的 在中國人的角度去看 美國是錯的 在美國人的眼中 覺得中國是錯的 它是做得對的 大家在那個觀點和角度去看 所以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為什麼不要用一些民族性的眼光 去看一些國際性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可以抽起自己 在那個地緣那裡 在月球那裡看回來 整個世界發生著什麼 秋月的時空 不要只是在這個時刻去看 又是在長一點的時間去看 看問題在哪裡 那你就可能會是清晰一點 那這個香港的經濟 那大家要有一個叫做心理準備 那之前呢 寫得最多類似這樣的書 就是一個叫做大前言議 一個日本籍的麥堅士的顧問 那是一些叫做國家級的顧問 就是他幫很多國家去提出一些意見 究竟那個方向是怎樣走的 那他寫了很多書 包括M型社會 低慾望社會 那是這樣的 就是他就說 日本經歷過二、三十年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M型社會 沒有了中層 只剩下最有錢的那班 以及最基層那班 那也都令到日本就出現了啃老族 以及就是這個低慾望 就是說不打算結婚、不打算生孩子、草食男 是這樣的 那香港也都會有機會報這個後塵 因為如果你… 剛才我想說 就是那個香港的人工和內地 因為沒有了國際化的時候 令到他沒有出現一個高日價的時候 那個工資就會是走下去的 那走下去的時候 就要去…怎樣去生存呢? 生存就是要靠一個… 可能叫做降級消費 就是說 你由五級的 就降到四級 四級就降到三級 如果更厲害一點 五級就降到三級 就是說 以前吃慣喝慣的 現在… 唉… 以前駕開靚車 買開名牌衣的 將那些名牌衣 降兩級 實用為主 那這個… 這個… 不是說笑的 現在是說求生存的年代 不是一個… 炫耀、炫富的年代 除非… 你可以很大聲跟別人說 現在在這個歷史裡面 你的收入是歷史增長的 否則… 否則… 你應該要聽聽… 我的鐘谷 呃… 呃… 不是… 那麼容易…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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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車入劍是非常之難 還有這個情形呢 一殺了身 就好像那些海嘯 那樣說 蓋上來就蓋上來 令到你是措手不及的 你現在要去做準備咯 當他問題出現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心理的準備 亦都沒有曾經去做過的時候 我想你會是非常之痛苦 就是等於以前做… 那個… 那個… 汪明荃和劉松仁拍那套戲 講著… 金家大少啊 突然間家道中樂啊 那樣的時候你是接受不了的 因為… 因為… 那個… 衝擊是非常之大了 是大到你… 可能精神上呢 是… 接受不了的 那麼… 另外呢… 就… 昨天… TVB電視新聞 就播了一個訪問 就是… 關於一些… 香港的企業 就是去打這個… 不分啊 打這個… 基金啊 那些… 創新基金啊 跟著又有一些叫做科技券的主意 那… 報大條數啦 那… 打算是配對的 反過來 因為報大條數呢 就變成了自己的收入 坊間這幾年呢 有很多這些中介呢 就跟這些… 企業講啦 我自己都… 被人問過很多次 你給一點點錢 跟著呢 我就幫你做完整場戲 就是… 你說你出了多少錢 做完整些單據給政府 那… 其實就是… 就是… 其實就是… 騙政府錢 那麼… 近這幾年呢 大部分的企業呢 都是… 用這個伎倆 那麼… 記者呢 就放蛇就問了幾個中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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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生意呢 唯有呢 就打了政府的好處 因為政府還有… 盈餘嘛 那麼… 但是我看那個盈餘呢 應該都很快會是… 江堂的了 那麼… 那麼… 要去打主意的那些都要… 就是… 趁快咯 如果不是呢 那些錢派了的時候呢 那麼… 我想你… 去再做… 當這個… 叫做補貼 當做生意呢 我想都很難找 那麼… 其實我不是鼓勵大家去這樣做的 我覺得… 那麼這個是有為道德的 因為你是… 講真 你是拿了其他人的好處 就是… 對其他… 叫做消費… 叫做納稅人呢 是不公平的 就是… 每一個人做人是會有底線的 那麼…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做的就不做了 就是… 你弄虛作假 你覺得… 你不會… 給人知道而已 但是… 世界上 當它一爆鑊的時候 找得回 那間公司做得多的時候 一連串去看的時候 你要去解釋 你也有排煩 那你就是拿了這些錢呢 你其實… 是不是… 過意得去呢 做這些… 這樣的中介 也都是不是… 過得去 不過有些人不重要的 就是… 不理什麼東西 殺人放火都好 自己賺了錢就行了 那麼… 最後來呢 我就想講一下一個 叫做心態的問題 那麼… 有網友 其實… 昨天我也回應過 就說… 現在你今時今日所說的言論 你跟羅家聰有什麼分別呢? 經常說內地不好又怎樣? 那麼… 我想大家會看得到 我跟… 有些部分的Youtuber 是說中國不好 說香港不好 最大的問題呢 是那個心態問題 那麼… 他就抱著一些… 叫做… 幸災樂禍的心態 就是說… 啊… 活該你死吧 香港這樣… 中國這樣… 這樣… 活該你死吧 你來留在這裡 香港的人是… 一個韭菜來的 等…被人收割 等死吧 好一些… 叫做… 你壞了… 證明到自己對呢 就覺得自己好… 尖尖自喜 那麼我想我的態度不同了 我覺得是… 看到這個這樣的情形 好憂心 亦都希望… 嘗試去找出路 但是找不到 亦都希望… 知道… 是… 可能是船向下行緊了 就是整個周旗向下行緊了 我是想給那些中國 看我的Youtube的人 是有所防範 就是… 是一個預警來的 是一個預告來的 那麼… 我不想的… 我是希望自己猜錯了 我很希望自己猜錯了 我很希望自己猜錯了 但是… 你看回我半年前拍的片 到今時今日 我的預計 我想很多東西都是應驗了 好像… 一個月前 我和汪敦敬先生 拍的那一部視頻 差不多接近十萬人看 最近有人留言 他就說 趙先生 你說的話 好像比汪先生的 好像準一點 那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和內地的交往是比較多 我最近又去過山東威海 和官員去經 那麼… 我們知道多一點的實情 就是… 不是… 但是… 那個調整可能會是好心 會令到… 那個… 財富的轉移呢 是非常之大 那… 的時候…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去承受的東西 那麼… 我拍那麼多片 我就覺得… 啊… 香港政府… 現在… 在今時今日… 還要… 去想那麼多… 不同的東西 譬如… 是… 這個… 交以洲填海 是不是還有錢去做呢? 是不是… 香港… 是不是可以… 團結些… 譬如去發展北部堆匯區 但是北部堆匯區裡面 有那麼多鄉新的利益裡面 大家可不可以… 不要要那麼多利益 令到那件事… 是順暢些呢? 大家… 香港人可不可以… 團結些呢? 啊… 令到… 很多發展的東西 不要… 為了那麼多自身的利益 可不可以放棄少少自身的利益 令到香港的營運成本是低些呢? 去… 面對這個… 那麼嚴重的… 結構性的問題呢? 我是想提出這件事 但是… 很難的 因為香港被… 由細教導呢 就是一個叫做 不要執書的文化啦 執書行頭就慘過敗家 就是你… 你… 賺少一元 你賺少一元 你粒魚蛋被人少了一粒呢? 你都會覺得不開心 就是等於你一出生 你就要贏在起跑線 你就要去… 大土就要去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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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其實讀書 我經常都說 讀書是最簡單的 因為全部都有標準答案 你的問題裡面 在桌上全部找到標準答案 但是當你… 呃… 呃… 畢業出來做事呢 世界是沒有標準答案 尤其現在在互聯網世界 那個進程是這麼快的時候呢 是快到連教科書都跟不到啦 怎麼會有標準答案呢 就是我去講那些新零售 我寫的書 快到… 一日的網絡世界 是等於現實世界的十年 跟著ESG 是這麼新這麼空凡的東西 我都是靠自學 你要去找一些好的教科書 沒有啦 唯有是靠自己 那這個就是講的 沒有標準答案裡面 你怎麼可以突圍而出的時候呢 你就有機會成為在逆市裡面增長 這些是教科書教你不到 教科書在讀書的時候 我不記得是牛津大學 還是史丹福大學 就說 Learn how to learn 學習怎麼去學習 即是如果你保持有個好奇心的時候 你懂得去學習 怎麼去學習的時候 在任何一個世界 任何一個時空 你都會成為逆市增長的人 那這個是我想跟大家講的終谷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